如果你現在對著一群人說 大家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什麼東西 大家我們不要再吵了 你看我們中文講大家對不對 英文要怎麼說 一般來說 我所習慣的就是guys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七度 這個guys能用的地方就是跟中文 我剛剛說的大家是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 相近的 所以說一些例子 例如說我現在需要大家注意我這邊 我現在要講一個什麼東西 OK guys Let's pay attention here I'm gonna talk about 什麼什麼這樣子 Guys 那現在呢 Gen Z覺得不OK了 所以說稱大家guys是不OK的 因為guys這個字 其實它有那麼一點點性別的nuance在裡面 就是implied好像是男生這樣子 可是就是很 就在我這個年代的人 會覺得guys真的是很OK 男女都可以包的 但反正現在我們對於性別的sensitivity變高了 所以Gen Z覺得不可以了 所以它的標題是 Gen Z feel strongly about calling people guys at work 工作的時候不要再講guys了 我們這邊看幾段 我就每一段都念一念 因為他也有做一些調查 他調查了包括我這個年齡層的人 我們就看一下他調查 就幾%會覺得OK 幾%覺得不OK 先讀第一段 The majority of young adults believe that it's not OK to refer to males and females as guys in the workplace 大部分的young adults the majority 他們相信不OK了 It's not OK and refer to somebody as something 這是個騙語 所以你把誰叫誰稱為什麼東西 所以 refer to男生女孫 as guys 不OK的這樣子 so refer to males and females as guys in the workplace 好 那下面根據有大概超過了50%的Gen Z 反正他年齡就在18到24歲間 他們是反對這個做法的 So more than 50% of Generation Z Generation Z respondents 不好意思 aged between 18 and 24 were opposed to the practice 所以這裡的這個Gen Z的respondents 這respondent就是回應者 所以他們做的調查 調查的回應者 response是動詞 respondent 變成了名詞 超過了50%的respondent 那年紀在18到24歲間 were opposed to the idea so if you are opposed to something 就是你反對他 那這是被動的用法 所以我們也可以主動的說 oppose是直接加受辭 所以我這裡稍微說一下 你如果說 x opposes y 就是x反對y 那你把它寫成被動了 x is opposed to y 我認為覺得意思差不多 我們不用糾結他意思有沒有不一樣在哪裡 這樣子 總之一個主動一個被動 那其實你如果說是x反對y 還有一些其他說法 你可以直接說x is against y 然後會錯誤的版本就是你直接寫x against y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你就搞到沒有動詞了 所以這是這目前四個版本裡面唯一錯的 你至少給我一個b動詞 或者其他動詞也可以 例如說口頭上反對你 i speak against 什麼東西這樣 所以我也可以不一定是b動詞 也可以是其他的動詞 OK 好還有像object也是 OK 但object這個動詞很有趣 就是他不及物 所以你需要說成x objects to y 也是OK的 所以五個版本 不OK的就是這麼一個 把against當成動詞這版本 這是不行的 好因為我回來這裡 所以they were opposed to the practice 這個做法 然後再往下看 相對來說 by contrast just over 30% of this age group were in favor of using guys as a catch all term 這樣子所以只有超過30%的人 呃 是覺得這個用法OK的 so they were in favor of using guys as a catch all term 這個catch all就是 那可以囊括所有的東西的 catch 你知道抓嗎 抓全部的 catch all term這樣子 好然後呢 另外有15% 就他們無法決定到底哪一個 才是這個好還是不好的 so despite this more than 15% of Gen Z respondents palled remained undecided on whether it was appropriate or not 這邊這個句子很有趣 好所以超過了15%的 Gen Z respondents 這是我們的大概主詞的部分 超過15%的回應者 那你看到後面出現了三個字 全部都是被動的 你有沒有發現到 wow 所以如果我們一定要抓這個 就 despite this 後面是主字動詞 後面這裡如果要抓主詞動詞 你會不會抓錯 我會覺得就很有趣了 對不對 所以超過15%的這些回應者 那這些回應者是被調查的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palled P-O-L-L加ED 所以這邊其實少了一個關帶結構 so超過15%的respondents who were pulled 所以他們被調查 所以這個palled不是動詞 那動詞在remained 所以超過15%保持著 保持什麼 保持的狀態就是無法決定 我不好意思 我不想確定的告訴你說 到底叫蓋茨是好還是不好 ok不ok so they remained 無法決定 所以他們的狀態是無法決定 選哪一邊 所以這個狀態不是動詞 狀態是形容他們的 所以這裡的undecided 其實是形容詞 所以這裡的palled 跟undecided 其實都是形容詞 remained才是動詞 我把這句再讀一次給你聽 so despite this more than 15%of Gen Z respondents polled remained undecided on whether it was appropriate or not 所以按後面接著又是一個字句 就是無論他 或不ok這樣子 然後再往下看 就是講到了這個 我的年齡層的了 他這邊好像說了 又說了一個 又把這個數字翻來翻去再講一次 so the results also highlighted a generational divide 所以這個result呢 他highlight出了一個 世代性的一個分隔 所以divide這個字 不見得只可以當動詞 他的 你可能會講說 他的名詞不是division 對不對 divide division 不一定 這divide可以當成動詞 所以 對不起可以當名詞這樣子 所以他highlight了一個 generational divide 名詞 世代的差異這樣子 when they came to using the term guys to refer to a group 所以 當你對著講 一堆人講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剛一開始講的概念 對著一堆人說 hey guys 這樣子 so more than 50% 超過50%的 of 18 to 44 year olds 所以他把這個世代 他剛前面講的是gen z的部分 那這邊講的則是 18到44歲這麼大的一個 這個年齡層 超過50%的人 18到44歲的超過50%的人 felt that its use was no longer appropriate 所以超過50%的人覺得 這個使用已經不再妥當了 18到44 我就46 我就在44歲的範圍外 好 那下一個 however a little over a third of those aged 45 and upwards disapproved of the term 所以 然而呢 大概超過了 超過了三分之一 一咪咪 a little over a third 45歲以上的 只有三分之一強 是覺得這不OK的 所以也就是 或許可以換個方式說 三分之二左右 也不一定說OK 至少他不是disapproved 他 因為說不定也有一些 undecided在裡面 那至少我就是屬於 那三分之二裡面的 其中一員 至少我沒有disapproved 這個term就是 OK 好 所以講到這裡 我再多補一個 我以前的一個 回憶中的一件事情 就是曾經有一次 我我們學校 經歷了一個黑人校長 好像不是我們學校 好像中文學校 但anyway 因為那還是教育部管的 所以還是教育部 派了一個人 來當成一個校長這樣 所以那個黑人校長 他在有任何announcement的時候 他就會叫Folks 他叫大家Folks 所以全校的同學們 這些高中生們 都被他叫成了Folks 這樣 那Folks怎麼翻譯啊 其實Folks就家伙之類的 OK 那但是在我一般理解的內容中 Folks常常會被理解成是你的父母這樣子 所以要是我跟我朋友說 對不起喔這個中文不能來我家玩 My house is out of the question You cannot party You cannot come over this weekend Because my folks are coming My folks are coming 就是我的家長要來了這樣 爸爸媽媽要來了 所以這個中文不能來玩這樣 所以Folks呢 我所理解是常常可以理解為這樣子的意思 OK 好所以我們今天這一篇可能小短一點點 但無所謂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可能就是 反對的這一個動詞的各種用法 或者不同的表達方式 不一定講成動詞的用法 好那你會覺得Guys不ok呢 我還是就是覺得很習慣 那或許我們再多提一下 如果說這些年輕人覺得Guys不ok了怎麼辦 因為這樣子的表達還是存在 你雖然說覺得這個字不ok 可是你總要告訴我一個可以ok的字來取代它吧 對不對 Well everyone Hi everyone please pay attention here Oh everyone可以 OK Hey people people聽起來好像覺得很冷 很有這個不知道 聽起來就是很陌生 OK people Everyone 可能好一點 Hi everybody please pay attention here Everybody 我覺得可以 Guys以前我覺得聽起來是很 endearing 但是現在就是不ok就是了 好吧 那就算了我覺得 好我們講到這一集也差不多了 因為接下來就可能也有一些詞 我覺得還蠻那個的 像例如這邊有講說 有argument認為Guys是一個gender neutral的 term 也就是說性別來說是很中心的 可是如果我們換一個字來說 要是今天一個人對著一堆人說 Hey hi girls Gal Gal Gal就是girl的一個比較 endearing的說法 Hey girls 那不ok Hey ladies pay attention here 大概也不ok 所以有些男生大概就會覺得這個會冒犯人 So I'm sure some men would take offense take offense 對於這一個剛剛 欸你怎麼叫我Gal 怎麼叫我 Right The ladies 所以這個說法好像我也蠻也可以接受啦 所以他們總之統稱這個為叫做 我們要把我們的這個溝通啊 要弄得inclusive一點 就是不要只覺得大家都是男生 Guys或者bros之類的 所以他這個稱為叫做 inclusive communication 所以這個詞我覺得也越來越 算是浪潮上的一個字 就能夠包含大家 包山包海什麼性別都包 好啦其實講到這裡差不多了 後面都是直接多講 而且廢話 好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